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第三集 这位视频自媒体人在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工作 视频剪辑是他赚外快的方式 他的账号上限三个月 累计播放量已经有600万 每月因此而获得的额外收入超过4000元 这个问题的根源是 在被互联网大公司盘剥几十年的内容生产者正在觉醒 真正好的自媒体人不会甘愿于依赖补贴存活 也不乐意于用股权和控制权去换取有限的早期孵化 在打车 外卖 生鲜等诸多领域都证明 补贴从来不是一条正确的可持续的道路 当然内容也是如此 从这个角度说 盲种计划可能是腾讯的缓兵之计在想到另一条更好的路之前 先用钱保住自己第一的位置 但这条更好的路究竟存不存在 又走向哪里 腾讯还没有在行动上透露出任何信号 价值观如果说以清理低俗内容提高内容质量为一个战略 杂钱和杂技术分别代表两种执行层面的战术 那么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指挥战略和战术 则体现了企业基因层面的特质 当算法和杂钱都不能快速的让内容质量提升的时候 一些公司选择了回到了优质内容的原始产出模式 以一种传统媒体的更保守价值观去对待这个问题 虽然今日头条也有人工审核 但与一点资讯背道而驰 张一鸣对外界透露的算法没有价值观 代表了另外一种价值观这句话 带有着Google不作恶事的情怀 以及对技术进步的美好期望 与头条对算法信仰的偏执相似 最近另一个在产品细节上 有极度追求的产品UC头条 也陷入了UC震惊部的尴尬之中 UC震惊部是UC非常不愿谈起的一个话题 因为这个被冠以UC名号的文化现象 其实并非起源于UC 而是大家熟悉的微信朋友圈 UC表示在这件事上十分无辜 抛开内容不谈 UC头条是一款每个人都应该去体验一下 的产品无论是第一次打开APP时的动画引导 还是网络中断时果冻一样弹出的提示框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已经很少见到一个如此急切炫耀交互设计和技术的产品了 更何况是一家并不需要依靠产品细节吸引人的大公司产品 尽管产品上便不令人惊喜的小细节 但UC的内容质量和其他个性化阅读平台没有太大区别 UC头条是UC内部重点搜到刷转变的典型之作 而整个UC才是阿里对内容分发的立体布局之一 UC头条产品在2016年才从UC浏览器中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APP UC头条这部分业务在UC中的地位类似于Feed流之于百度 是UC转型的众望所托 而UC本身又是阿里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让UC头条与整个大阿里保持了一种亲密而独立的微妙关系 UC市场部经理周末在接受Pingwest品丸采访时表示 UC头条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优秀的产品体验 正是因为UC将头条这个产品当作一个创业项目去做 将公司最有想法最有趣的年轻人集中在了这个产品组下面 关于标题党的事情 UC头条从最初就一直在想办法通过技术屏蔽和账号惩罚去解决 尽管UC坚决对低俗内容说不 但是当他们第一次看到UC震惊部这个说法的时候 还是有些惊讶于这种文化现象 虽然UC一直在努力的解决这一问题 但他们同时发现很多网友并不是以严肃的态度去批评他们 而是一种恶搞的态度去调侃 当然无论什么理由 以这样的态度去做内容肯定是不对的 周末说 之前UC曾在内部做过一个神评论的功能 就是希望这样的内容不要出现在文章的正文和标题里 让这些还算有趣 但上不得听堂的内容出现在可以出现的地方 避免误导大众 这又体现了另一种价值观 与今日头条和一点资讯的通过算法或人工去干掉这些内容不同 UC试图去理解这种文化现象产生背后的原因 寻找其中有价值的部分 通过引导和疏通 让这种糟粕转化成另一种有价值的东西 大众对UC震惊部的调侃 与人们对今日头条内容的低俗批判在严肃程度上完全不同 这也是企业价值观与其用户互动的结果